今天咱们做这道菜叫荷花硬质 主料是洋葱、鸡蛋 辅料是黄瓜、西红柿、香菜 咱们现在切这洋葱 这洋葱主要是要中间这一块 一边切一刀 咱们用的是紫皮这个洋葱 白色的洋葱没有紫皮的洋葱好看 咱们就用紫皮的洋葱 两个,这个是大的,中间要切一刀 要它开不了,这花 整整形,要不它有的时候粘上了 咱们它就开不开了 盆子一定要是平的是最好的 给它摆上 摆上去 这是打了两个鸡蛋,放点盐 荷花离不开水 咱们这个鸡蛋就是天然的矿泉水 现在咱们把这个矿泉水 注入到荷花里 放上保鲜棉,蒸出来好看 觉得那个花开得小呢,你就搁这个洋葱 再给它加上点,它就开得大了,都开开了 完再一蒸,咱们扎这几个孔 盖上蒸10分钟 我们呢,现在打一个晾汁 喝点鸡粉,别的都不搁 让荷花里的水更清澈 我们让这个河水更清澈 蒸菜啊,就是荷花的稿 咱们现在装一下 反正咱们就装好了 现在咱们装花土 荷花应日啊,咱们这道菜就做成了 今天我们做一个一面在手 应有尽有 咱们做一个玫瑰 一个绿色的面团 一个红色的面团 一个枣 我们用筷子穿一个洞 用这个手啊,把这个洞啊扩大了它 咱们先做成一个游泳圈 先给它捏出一个大的边 相当做成一个大花盆似的 现在我们用叉子来做花边 咱们就一下一下的把这个 用叉子给它压成花边 再咱们把这个花耳朵切开了 哇,一定是尖的 慢一点,别着急 我们这个边啊,都照这个叉子这个纹路 给它尖开一个一个的 完了呢,咱们再给它捏上 像一个光芒丝丝的太阳 来上边呢,再给它打起来 像给捏个成墙一样 完了咱们再用叉子 再给它压成一个花边 用手拖着点 要掌握好这个劲儿 要掌握好这个劲儿 做这个边儿 再做一层花瓣 嘎的时候啊,要小心点 别嘎过了 过了就把这个城墙嘎倒了 咱们现在呢,又做成一个花瓣 再呢,咱们用红面团来做花瓣 咱们给它分成了三份 要擀成三个小饼 这个呀,咱们就擀成像饺子皮一样 厚度就可以 我们用这个木刷来压这个边儿 这个呢,是压两头 你看,这个就能看出来 咱们在中间呢,给它切开了它 都给它中间给它切开 切开 一个压一个呢,叠起来 我们用筷子给它压一个缝 粘住了,它就 我们里边呢,搁个枣是花心 给它就卷起来 那现在呢,花瓣就做成了 花心和花瓣 咱们给它蹲上 这个面点的小玫瑰啊,咱们就做成了 大家看,这个玫瑰啊 中间这个心 我是搁个西红柿 但是,你也可以搁个枣 这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还有那个小草莓 小桑果 你给它点缀上,也很漂亮 谢谢 谢谢 谢谢